字幕精彙 Sandy 視頻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第三段 他跟我們 郵聲明老師 郵聲明老師 他說我疊國小三年 他說他疊國小兩年 我覺得 現在國小疊得很久 怒 level 老師他有很多文章,或是他寫的樹狀受贈,比他寫的更沉浸,更厲害 如果要算名或是要贖,或是你寫幾年聽幾十的三一名博雄 老師都有很大的研究 剛才他在介紹台灣聯繫這本社,應該是用台灣人的立場來看 這應該是我們民間性經 這很簡單,可以看清楚台灣當初的事情 他不是怎麼來繼續,怎麼演法,怎麼這樣 他的金本的,後面的問題,後面的真相 好,現在拜託你,我們繼續 台灣聯繫這本社所記載 是日治世紀,在五路流,他是什麼?日治時期 但是我給他改作日治世紀 因為日本管台灣是社會管治,並不是占領 日本如果是占領,他就用什麼日治 但是日本是管治,是接受萬千政府導航掛給台灣 所以他是日治世紀 台灣聯繫記載,由日治世紀的三十八九年的社會總控 專制是分成十四張 第一張到第六張的內容是第二次世界台前 以前,五路流,世間的時候 救護和進入決定的狀況 包括受萬民情的單純美好 警察,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日本時代的警察 在救護的時候,出社會後無憑的現場 第七張是說,他在第二次時間南京市的情形 包括戰爭後參訪和王政委政權的人物 第八張和第九張是由第二次世界台前期間 我們台灣的健康 包括風民華的運動、政條物資的情形等等 第十張和第十二張就是十分切的重點的部分 對臺灣民眾、對祖國的基台 進入到二百歲的步伐 特別是說,半山集團,翻倍東鄉 國民教育,在到國立的情形 一直支出說,中國大陸都回來的台灣人 參與第二次世界的擁有什麼樣子 沒有什麼樣子 都一樣的就是 第十三張和第十四張 就是說,在二百歲後 為道明、丹城、參與國政、主政、以及對雷震案的紀錄看法 在臺灣聯繫這本社裡面 比較重要的內容應該就是在192到195內 所說的二百歲後 所說的二百歲間的內容 經濟這些公法 這些臺灣省的半山 憑著他自己對臺灣風土面前比較熟 一方面利用政府的管制 企業在地人 去斷出利益 另外一方面還要出賣 在地的情形的地績紛固 方便讓政府在二百歲間 也讓政府進行跟他們收藏 他們身為臺灣血統的人 當中參與統治解決最近的一項人 本來應該是要作為 本身人跟外身人的救援 結果他們不但沒有把臺灣人 攸關中國大陸政治的情報 說給他們知道 反國黨會提供精英粉 主要命都給政府 這段的內容很嚇得很嚮嚇 他痛心疾瘦 局本很像在拔電影一樣的事情 不需要什麼東西再重視 可能是說因為 很熟悉對戰爺萬青 出於臺灣的日本 對臺灣人的呼吸 經不斷流亡的國民黨 斬殺臺灣人的特徵 第一 放在外山西的政治體制之下 自己既然沒有靈力改變 沒有辦法的跳脫 只有水波主流 在這個路流的中間 忍受到彼頭的一字 可能就是我們第一 人民的習慣 這樣呢 他就用路流 作流 來做彼頭 到現在 做一個 當調的 努力影響 在1945年的10月15日 台北成立 臺灣省警備司令 政支揮所 10月17日 對全國來第70軍 的3千人 跟中間公司的官員 都在臺灣頂力 這一天 反映的情形 真是不得了 台北市民 不用說 只有台中 台南 高雄頂地 看來的也不就 軍隊所經過的 兩兵 都全全是人 其中有一些日本人 乖乖乖 平白在那些地方 學生 青年團 還有學隊 還有 夏中軍 就是夏別人 和AIA 韓中軍 都是 鳳鴨出來 大都隊 參議局 也實在是不就 但是 受這款 兩兵反應的七十軍 真的當成 每一個人 排到的 一支火山 有的 一個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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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很奇怪 這是韓生的部隊 怎麼會這樣 在1945年 十月二十四 台灣生政中間 等於 第二天二十五日 來到台北 台北共會黨 去向台灣區秀行的電力 當時的台北 共會黨就是現在的中山黨 共會黨的內黨 樓上樓上樓下都很多參加的議席的人 大家 掌握到國府的尾聲 兩邊站到很危機燦爛的總軍 來賓 是 重量宣誓 當然 大家的議席 我看起來很麻煩 沒多久 有多久 樓上樓上樓上樓下就開始 萬歲 這個 劃聲 整個都在等於壓迫,破到聲音很大,台灣就這樣完全恢惑的祖國在五十年的這問題開放出來。 由於抗戰性理由說,由中情回來的台灣人的影響是重要。 文章金、審董品、老客公,分別是比人民台北市長、高雄市長、高雄市長、高雄市長。 另外,中華公司和國處的副處長中間幾位的委員和政府的副局長也都用這些對待力度回家的分析。 政府一直沒有中用台灣人,都是用大陸回家的台灣人。 他就是… 拐拐拐啦 對,拐拐拐。 這個拐拐是說本地的人受到日本的農法教育很厲害。 上台,選團台灣人沒辦法接受再交友更分難不安。 上台?從日本這兩下的電溯講過這個、達到日本政權跟直流法教育的論全。 台灣人這邊是外星人有餘的無俗 大家好想起政論 原來政府參黨都是完全不信任台灣人 跟日本時代一樣 政府機關的頂站的部分 由外星人出台日本人 台灣人教授做卡一樣 知道外星人完全沒有外星人的問題 政府要怎麼發動順利推動 加上外星人比日本人更加冠了 有十分猶豪 自然人家說一團糟 貪冠、汙利,這是加上的便飯 多數只能輸利,國家利益根本就不懂得輸輸 他們接受工作的分證 跟南法這些抓票 通費是一個碰撞 目的規定 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來台南消息說 白米一刀將它全破一百元 像這樣,這個人的三十四日去 到尾了過去就將這些 外星人給它賣成帝 所以台灣人在畫 三帝、三帝就是在賣這個外星人 我跟他說,那個物價錢 我阿嬤說他生的小孩時 說去買一隻雞 說錢要用盤子去 說知道那隻雞多少錢 阿嬤要去買就說去價錢多少 兩也是,魚也是 我阿嬤說可能,日本時代 大家有做就有吃 我問我阿嬤說 日本人管比較好 還是中國人來管比較好 他說日本時代 戰爭的時候 目煮都用分譜 大家是過得比較硬 大家都有 他說中國來之後 我們做未來要吃高雷菜莓 做未來的人 要吃高雷菜莓 這樣你就知道 一隻雞就買不去 你去賣錢、賣錢、賣好去到地人 那隻雞不是那個雞的雞 一隻三隻 對啊 我剛才就去找到這個 雅四雅的孤兒去分證 這分證就打造電影 也打造台灣的電視窗 所以我就演南竹閣的老母 那我的老公就是一個漢衣 一個漢衣 還跟漢蚵子一樣 那我的兒子就是很有師匠 那我這個仙四雅 就兩邊這樣 在那裡 在那裡 那個老公就是很有威嚴 那這個兒子 又看不去他們老婆 不是說看不去啦 看不去做的 還出一個小小小子 還去批人的LP 做漢衣 所以我這個老母很快樂 那就是這本 你說的就是無佐流的 雅四雅的孤兒 那你如果要看就去找店 要來看我看這本而已 不可以給你 哈哈哈哈 差別啦 好好 不好意思 你喝一口水 還結束 那原來政府和黨都完全不信任台灣人 跟日本人一樣 喔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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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仙大家起来安门 丹余中官不得意 这怕出了地方主题的口号 先办了管市议员的选旗 在1946年3月15日 准台湾省议员候选人的选旗 在五月 那准是三月的 五月三十日后 已经有九百多名定计者 四月十五旗行中选 五月成立第一次台湾省议会 会上众梦所推特的一个林宴董議長 因为政治的压力 不定义 将議長留给国民党的公团 副議長就由青年党的李兰基出来 对这个结果看起来 議長的选旗 像变成国民党在办公团的一样 说他利用的任务 有议员 在说他贪污 他就是说 你们不习惯这些事情 以后你们就习惯了 这些不算什么事情 不算指挥师啦 不但不能代表面 因为他做中部罚 这些官员是黑南参照 减甲腐败 不料金 因为这样 他是有目的 他要发国人材 骑政理办法 他公告自己的地位 他的身上只有一件世纵 两手抗抗对大陆来 现在就变成成千万的富翁 他的财产在半山中间 很多人对得到 这个地方呢 来介绍于法国人材的一个地位 他基成就说 要在中山北路 天理教的地方 建一个労兵团的纪念馆 将荒地接收国的业后 利用同会风中 对台湾银行贷一筆钱 买建材 庚材 募材 证啊 辖定定 将它断续起来 然后利用中通 政府反收副副主任的地位 这个宿舍就被拆掉了 这次 人们将労兵团纪念馆 一定可以建起来 但是想不到建起来的时候 国宾饭店 国宾饭店就是这样来 所以说 我们就不知道 就是说 别说国宾饭店 这还有一小案子 因为大饭店 什么 现在说 救国团他们的资产多少 资多少 这就是怎样来的 所以说 总共要专行政议 并不是那样 说那样 简单 就是说 很困难 但是 我们选到 我们新的政府 就是说 要专行政议 脱地专行政议 跟国民党 当算的 清算 当算 现在国民饭店算什么 国民党当行的 应该是 是啊 就是这样 我就是说 在我们这节目里面 可以 我们常常来 来说这些 说这些 我们来提供 这个 国産 东産清算的 这个预言会 我们给他 赛去 让他这样 现在 老师 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 念咪咱 继续 国道回来 跟他说 让他说 这样